大家應該都有接觸過任天堂發行的遊戲吧 不管是超級瑪莉歐、新智卡比或是寶可夢 都是家喻戶曉的經典IP 任天堂發行的遊戲也大多是以操作簡單 合家歡樂為目標去設計的 不論男女老少都可以在遊戲世界裡玩得非常開心 不過看了網路上流傳的這些故事後 可能會顛覆你對任天堂的想像 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任天堂發行過的遊戲中所隱藏的秘密 第一個要分享的故事 跟前陣子風靡一時的《動物森友會》有關 《動物森友會》是款生活模擬遊戲 玩家要在無人島上生活 不需要戰鬥也沒有什麼目標 真要說的話可能就是努力換放貸 建造漂亮的花園或是當個好鄰居了 在遊戲中有時候其他的角色會告別玩家搬走 可能是出於個人因素或是因為玩家拿網子打他 好的總之 關於《動物森友會》的都市傳說就出現在這裡 其實玩家的身份是個罪犯 遊戲中的島嶼是讓你重新融入社會的場所 其他角色之所以搬家 是因為他們已經重生正在回歸社會 然而這又衍生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主角會永遠留在這裡不能搬走呢? 主角之所以永遠留在島上 是因為他即使重生也無法回歸社會了 也就是說他很有可能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至於另一種說法則是 主角會搬到島上是為了逃避自己所犯的罪 因為當你開始玩《動物森友會》時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取一個名字 但這實際上是一個偽裝用的假名 玩家在遊戲中都透過這個假名來躲避追捕 而《動物森友會》的玩家 可能有被阿本先生糾纏過的經驗 阿本先生的英文名字是Lyle 諧音是騙子 他會潛伏在玩家的房子附近 一旦你跟他搭話 他就會跟你推銷獲利極低的保險 但延續前面的說法 阿本先生其實很有可能是調查員 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在臥底監視主角 看看他們有沒有做出任何可疑的事情 也難怪有時候玩家出門時 會遇到鬼鬼祟祟的阿本先生了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瑪利歐兄弟的故事 在《超級瑪利歐》系列裡 到處都可以見到漂浮的磚塊 並且為了拿到金幣或是蘑菇 大家一定都有操縱瑪利歐 撞破這些磚塊吧 而這次的都市傳說就出現在這裡 其實這些磚塊 原本都是蘑菇王國的居民 這個說法乍聽之下有點荒謬 但其實它是有根據的 因為在初代的《超級瑪利歐》說明書中 我們就可以發現它的故事背景 有一天 蘑菇們生活的和平王國 遭到了能夠使用強大魔法的庫巴家族入侵 溫柔的蘑菇家族 全部被魔法變成了岩石、磚塊、植物 蘑菇王國也被毀滅了 只有蘑菇王國的碧姬公主 才能打破這些蘑菇的魔法 並讓他們復活 她現在落入了大魔王的手中 瑪利歐要挺身而出 打敗烏龜族 拯救碧姬公主 恢復蘑菇王國的和平 而在後續的作品中 這個說法都沒有再次出現 庫巴綁架碧姬公主沒有任何理由 也已經成為了超級瑪利歐系列的固定套路 畢竟 蘑菇王國的居民被變成了磚塊 光是想像 看著瑪利歐在遊戲中撞毀那些磚塊 就可以感受到這個說法的黑暗程度 也因此這個說法被任天堂給永遠抹去 成為超級瑪利歐的黑歷史了 瓦路易吉是任天堂旗下的一名遊戲角色 在設定中是路易吉的宿敵 他第一次登場是在任天堂64版的瑪利歐網球裡 作為瓦利歐的搭檔出現 而在2000年為了紀念瓦路易吉的出現 任天堂就製作過一款Flash網頁遊戲 瓦路易吉的剪腳指甲派對 任天堂將這款遊戲隱藏在當時發行的月刊雜誌 任天堂力量裡面 在當年9月號的任天堂力量中 有一個標題為 Mamma Mia 是瓦路易吉的標題 雜誌的頁面是這樣的 他很瘦 他很刻薄 他討厭綠色 懷著最終推翻瑪利歐電子遊戲之王 至高統治地位的希望 瓦利歐尋求了瓦路易吉的幫助 這位有著令人厭惡的傻笑 和對正義的強烈仇恨的大個子 瓦路易吉終於在瑪利歐網球中 獻出了他醜陋的身影 為了紀念這一個重要時刻 我們為紫色的傢伙提供了他自己的網站 您可以訪問www.瓦路易吉.com 來滿足您所有邪惡夥伙的需求 照片 秘密資訊 以及您可能想要的所有古怪二作劇 我們也希望推出線上遊戲 包括瓦路易吉的剪腳指甲派對 看來大家最喜歡的小胡子的二作劇者 已經放棄了他的個人打扮 你需要幫助他 把這些指甲尖好 並確保瞄準罐子 否則你的硬碟上會留下破爛的簡報 和腳趾堵塞 哎喲 而當你輸入那串網址之後 就會連接到瓦路易吉的剪腳指甲派對裡 玩家的任務就是剪掉瓦路易吉的腳指甲 並且用罐子接住他們 在其中賺取分數 放到現在來看還是有點獵奇 而聽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輸入網址 想玩玩看這款遊戲呢? 很可惜的 現在只要輸入www.waluigi.com 你就會被重新導向到任天堂的官方網站 這款遊戲也沒有存檔的版本 但曾經有網友試圖還原網站 最後他們在瑪利歐網球的網站裡 找到了三個Flash檔案 是這個獵奇的小遊戲曾經存在過的證明 1974年 任天堂發布了一款名叫荒野槍手的街機遊戲 至於遊戲進行的方式則是 當畫面上的敵人眼睛閃爍時 玩家就要使用機台上的光槍向他們開火 如果操作的速度夠快 畫面就會變成槍手倒地的投影 不然就會顯示槍手拔槍 並且射向玩家的失敗畫面 而10年後的1984年 任天堂設計了這款遊戲的衍生版本 迷戀 在迷戀中 玩家一樣是使用光槍射擊 但遊戲畫面卻有明顯的不同 玩家不是射擊牛仔 而是射擊一位穿著玩禮服的瑞典女人 她會在螢幕上面跳舞 當她擺出姿勢時 玩家就必須射擊 而那個女人不會倒地 而是衣服會被剝掉 重複這個過程直到她完全 看著現在的遊戲風格 機制太複雜且脆弱了 而迷戀的原型 也就是荒野相守的身影 後來也出現在了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的角色 打獵的招式中 那是因為他們都是光線槍遊戲的角色 所以任天堂將他們的元素融合到一起 也可惜迷戀的開發最後停止了 不然放到現在來看 迷戀的風格絕對是任天堂前所未有 也很有可能成為玩家們爭相收藏的稀有遊戲吧 你有什麼關於任天堂的回憶呢? 對Eric來說 花最多時間的應該就是NDS裡面的牧場物語 其實還有很多關於任天堂的故事 但是因為篇幅關係所以沒有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題材 別忘了按下喜歡按鈕 並訂閱下水稻先生的頻道 相信下次還會有機會分享任天堂的故事的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你看到這 我是Eric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